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是周迅团队在打理 但是16年高盛远就转去其他公司 周迅工作室微博也再也没出现过高盛远相关 但是后来高盛远经纪人表示 他有大半年都在美国确定没有不和 也没有新对象 而周迅经纪人则表示自己在台会 不太清楚此事 两人很久没有一起出现过 感情生变的消息还是很有可能的 三 韩庚粉站都怎么关站了 韩庚北京后院会关站了 因为活动的其他嘉宾粉有做应援 所以韩庚工作室也要求粉做应援 但是给的入场余额少之又少 反而还给其他没做应援 那种知作人情 这种情况不止一次 这种情况还是粉和工作室之间的矛盾 没有得到对等的利益交换 粉出钱出力做应援挺不容易的 毕竟粉喜欢的是偶像不是团队 和团队也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 团队一味压榨粉 总有一天会崩盘的 四 赵丽颖为什么会接冰山广告 听说还是男女说个baby不用了的 赵丽颖最近一直在休息 期间接了个产品代言 但是被不少人质疑 指微商产品 觉得赵丽颖自调身价 而且接低质量的广告代言 粉担心以后不会有大牌照上门 而且据说这个产品之前接触过 And the baby 被粉集体抵制 最终baby拒绝 但是现在这个产品口碑见好 还和国家女排合作 并不是什么微商 赵丽颖也有自己的考量 看青子和季灵晨到底 是不是和平分手 好扎心把看青子点赞的一条 关于说季灵晨出轨的微博 接着发朋友圈说 我的青春为了狗 疑似坐实季灵晨出轨 但是后来看青子又发微博说 没出轨 没拙先 没合约 真分手 谢谢大家关心 随后季灵晨转发并说 你喜欢大海 我爱过你 算是正式承认分手了 但是关于季灵晨的评论 却是骂声一片 看青子主动站出来 承认算是某种程度 尚保护了季灵晨 性格磨合不了 选择和平分手也是情理之中 中文字幕——YK